国内每年大约有三万多名受刑人出狱重返社会 然而不少更生人因为得不到家人的谅解和社会支持 又走上回头路 在新竹有一间人力派遣公司老板廖国泰 过去从事暴力讨债被重判18年 出狱后因为求职四处碰壁 后来靠着更生保护会的贷款 让他开启了创业之路 如今他所经营的人力派遣公司 近百位的员工里有七成都是更生人 廖国泰说他要当这些曾经犯错 已经付出代价的伙伴们最佳的避风港 一起来看要如何才能帮助更生人走上重生之路 那时候因为稀土会不想要工作变成小偷 我现在生活得很好 我为什么要走回头路 那是不可能的 我们等一下上去我们就把清洁 玻璃那些 能够提供给他一个工作的地方 也希望这里成为他一个生活的避风港 新竹县竹东镇移动民宅 一大早就被搅拌水泥钻墙的声音 弄得热闹滚滚 工电工人一个搬水泥一个碟砖 这一天气象局明明还发布地温特报 工人们却忙得汗朱直直落 这一栋40年屋林的老宅 新屋主想要重新翻修 换一个新的面貌 盖房子就跟碟砖一样 我个人觉得说 要一层一层的往上叠 不可能说从中间就开始叠 不可能说一次就飞很高 还是要从基础的 一层一层的往上叠 但是这是我做建筑以来的感觉说 这就跟人生一样 一层一块一块的装 这位50岁话语中充满人生哲学的阿继 感觉历经了人生的苦辣酸甜 此时此刻才能吐露出对人生的感慨 或许外表看不出来 他和一般工人有什么不同 但其实他曾经出国进修 而出国进修是他们口中的术语 弄一些枪枝啊 一些禁药啊那些 然后就被查获嘛 查获然后就 被判死吗 十几年了 然后十几年出来 就开始接触这个工作这样子 第一次被关就关这么久会 最怕的 阿继第一次入狱服刑就被关了十年 踏出监狱成为更生人之后 要重新踏入社会走回正轨 没有想象中容易 更生人在找工作 他们应该都是怕说我们以前的习惯 会影响到他们的员工 更生人无形的标签 让他们出狱后遭遇到的第一个难题 就是求职处处捧毙 但老天爷并没有放弃他们 那现在我们就先过去那个直冬那个工地看一下 对 等一下中午再过再赶回来 新的一年啊 金门那边已经处理了 身材壮硕留着小平头的廖国泰 是将阿静从深渊拉出来的第一双手 诶 金哥 来看看你们 那个阿静哥 我跟你讲 每天工作一定要注意安全 另外那个下班之前 一定要把这个环境整理好 部主来他自己看到我们工作很干净 他不会看东西对一对 了解 人称大麦的廖国泰 身材魁梧 心思却很细腻 已经当了老板的他 还常常开着车到工地关心员工 从工地安全到员工的服装仪容都不忘丁宁 而他经营的人力派遣公司 里头近百位的员工 有七成都是更生人 他会特别关心这群社会边缘人 正因为他自己也走过他们的路 在宪兵的压卸下 称号大小麦克的主贤兄弟和多名同伙 被带回警局证讯 因为有做一些违法的事情 在民国95年的时候 有被提报油门管讯 那自评状案被抓了以后 在监狱被判了18年 外加一条管讯 当初廖国泰求职四处碰壁 觉得走投无路的时候 一场及时雨 阻止他走上回头路 我想做从事货运的工作 还有搬家的工作 那时候刚好是只缺资金 后来经过个人保护费 以及我家人的协助之下 我就贷款买了一部货车 从事这项工作的一个技能 那我在电脑上面 也去参考了很多人的经验 那后来我就开始做 这台搬家公司的蓝色发财车 不仅装载了货物 更装满了廖国泰出狱后 对未来的种种期待 他校长肩壮中 甚至找来了当时的育友 江源富一起打拼 这边他带几个人去 他跟彭真伟两个 那等一下我们再开车过去 跟他关心一下 新的工地看一下 六股泰从过运 搬家公司起步 经过十一年的拼搏 触角越来越多 自己逐渐壮大的同时 他还想当其他更生人的父母 一直写信去关心他们 有时候也会去监狱里面 适当的去关心他们 后来有三四个人出来 以后就我们一起开始合作 从事搬家的工作 搬家回来有很多家具 然后我们就把它整理 修补 然后再做买卖 这在修补当中就像修补我们人生的过程一样 人都有犯错的时候 那二手家具也会有坏的 有一些破损 那我们就修补 像修补人生一样把它修补好 我们等一下窗户玻璃那些 厕所地板我们最后再拖 等一下拿那个抹布啊 抹布三个抹布 开始从窗户开始牵插 江源富是廖国泰最重要的左右手 他常常弯下腰到每个工作场域 陪着员工一起工作 除了掌握案件进度外 也能嗅到一些端倪 跟圣人其实说管理也很好管理 说不好管理也真的不好管理 我们曾经有一次 发现说有员工 试用海洛因 跟圣人好不容易有了稳定工作 慢慢步入建厂生活 不过一旦没把持好 很有可能再一次把自己推向悬崖 一些同事他可能就 控制得住自己的他们就会戒毒 然后接受咽尿 对啊一些控制不住自己的 他们可能会选择离开 对 因为毒品这种东西 如果你没有去制止它的时候 它会拓散得很快 因为一个吸毒 然后通通都吸毒这样子 就公司就会受到很大的危害 喂 下班 大家好 不下班了 你们吃的吗 来 坐 来 坐 为了方便管理 也让根生朋友没有后顾之忧 好好重新做人 廖国泰自掏腰包租了五栋房子 让他们免费住宿 向了班还能彼此作伴聊天大发时间 下冷一下这个大家要注意身体健康 要多穿一点 你们有什么问题 生活上有什么问题要讲 请问我们晚上都有吃喝 跟阿兵哥讲是吗 对啊 跟阿兵哥你就反映给公司 大家住在这里要和和气气知道吗 知道 你起来 只是房屋的租金加上让员工当天 请领薪水 这无形中都增加公司的财务负担 你们明天有上班吗 有啊 明天 有 写上 有 你帮我写一下上好不好 对对对 好 谢谢啊 谢谢 起慢一点 阿兵平安 阿兵平安 胡将在做的时候那时候是很辛苦 每次用那个发薪水的钱是用臭的 跟某位朋友借三千 跟某位朋友借八千 跟某位朋友借多少 然后两三天后就回人家 那是个循环嘛 这因为每天金钱支出就将近二十万元 廖国泰绞尽脑枝 甚至前进中国和柬埔寨发展农业 替公司争取多一点的金元 我曾经到中国大陆去 那目前在柬埔寨 然后我是希望有一天如果在柬埔寨 我的工作稳定了以后 需要大量的人力 有机会 我希望从台湾他离开原有的地方 直接到国外去 到那边去生活 过一个新的生活 这是我一个很大的目标 但其实这群根深朋友出于后最需要的 是心灵的陪伴和支持 以及感受到家的温暖 才能让他们在黑暗中逐渐找到光芒 各位弟兄姐妹 希望我们胡将这一家人 每个人在新的一年身体健康 平安喜乐 用这杯水茶祝大家 谢谢大家辛苦了 谢谢 今年除夕夜 没办法回家团圆的伙伴们 大家一起围炉 彼此取暖 在重返光明的道路上 当对方最有力的加油团 我们大概可能说 宇宙教里面常常 像槽场一样 就是 给我们一个避难的地方 让我们得失 得住 而且我们的生存可以 现在我自己是服务专业 对啊 你要吃饭有三比三 对 然后都不会想要工作这样 对 然后来到这边 可以学得到技术 然后还有钱可以领 这里的更生人 只是众多社会边缘人的冰山一角 根据法务部统计资料 每年平均有十亿万名受刑人在肩服刑 实际出现人数大约是三万五千多名 他们虽然重获自由撕掉受刑人的标签 但因为个人及家庭因素要复归社会 仍旧有着一层又一层的考验 这时候更生保护会就扮演着重要的桥梁 大概协助更生人的就业的大概一千八百人 那其中收容的大概有三百五十个人 那旧旦救助大概六百个 那既旦救助大概六百个 如果这些问题都把它处理好的话 我们大概社会就会比较安定 也比较祥和 因为这更生人出了社会 他如果安定的下来的话 那我们社会里面 这个可能会发生一些 治安的问题就会减少 从监所到社会 再从社会到家庭 每一个环节都是支撑他们回到正轨 不可缺少的力量 所以说如果说 这些我们更生的朋友 他需要有心想创业 那辅得我们的辅导资格的话 我们有规划一个圆梦创业贷款 提供无期待感 最高的可以到一百六十万 我们希望更生人 能够拿第一桶的基金 来进行创业 一个两八 还有一份 大哥在吗 很久没完 来 廖国泰和新竹县副义长王炳翰 带着物资和红包 特别到竹北地区关怀独居老人 而这些物资有一部分 是人力派遣公司的更生人 从工资里一点一点攒下来的占星 他们现在心有余力 去帮助社会底层角落的人 让自己从内而外彻底改变 让大家看到更生后 那不一样的人生